牆上數不清的獎牌獎狀是陳元昊八年來的戰利品 六歲那年罹患了骨癌 萬萬不捨做了截肢的決定截斷了右腿 雖然失去了陸地上的自由 元昊卻在水裡找到自己的自信 小骨的時候才完完全全就是回去學校過生活 那時候媽媽是想說就是找一件事情 讓我腳可以做復健 然後讓他不會就是肌肉萎縮什麼的 我那時候就想到游泳 那我覺得很驕傲的一個地方的是 他並不輸於一般的正常游泳選手 我跟元昊講其實你可以朝這部分去努力 因為他除了是一種榮耀之外 其實也是你自己肯定你自己的一個方式 在游泳教練的堅持及母親的支持下 小骨六年級那年元昊參加了第一場比賽 得到人生第一面金牌 陳媽媽說元昊很幸運可以在人生的路上 遇到許多貴人相助 但是如果我在水中怕一直吐掉了 我可以就是跟正常人一樣沒有什麼限制 我覺得我就是跟正常人沒什麼兩樣 就是你們能做的我也會盡量做到百分之百 2016年元昊代表席院兒童基金會參加 51公里鐵人三項比賽 希望透過他自己的經驗 告訴跟他一樣不平凡的朋友 身體上的不平凡一樣可以活出精彩的人生